今天电视剧《狼牙榜》之风启长林在恒电开机 制片人火红亮,导演孔生写主创黄晓明,佟丽娅,张伯,吴浩晨亮相 主创们现场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佟丽娅直言这次打戏没压力,自己是练舞蹈出身的,动作戏不成问题 还很期待和黄晓明的合作,为了方便照顾儿子也把他带到剧组了 吴浩晨则为了戏特意去学习骑马和茶艺 自己力所能及的打戏一定会亲身上阵 从已经曝光的剧情来看,该剧讲述了在狼牙阁学艺的 萧平金调查其兄长林军副帅萧平章一案,而牵扯到大梁安威的故事 也就是说,风启长林故事始于晋王之子,大梁新帝登基十余年之后 晋王和梅长苏居已先世,所以不会也不适合再出现了 剧中黄晓明与佟丽娅将在银品首度搭档 特别出演长林王府世子萧平与其妻蒙浅雪